大家好朋友们啊 早晨6点08分了啊 这有一个崔村镇啊 这个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政府 关于这个崔村镇的建筑物 构筑物 及其他附着物 拆除项目的公开招标公告 这个是今年的6月9号公布的啊 北京金鼎昌信 金鼎昌信啊 这个昌就跟昌平有关系啊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受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政府委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 现对崔村镇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 拆除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投标 这有项目的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叫杨永新 项目联系电话是010-8978-0992 采购单位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就是崔村镇政府 在崔村镇的西崔村一号 联系人叫卢康 电话是010-6072-5962 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北京金鼎昌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叫张南 8978-0992 代理机构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超前路 37号院智慧中心 4号楼一层啊 采购项目的名称数量 简要规格描述 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这个数量是一批 服务范围是崔村镇 镇域内 就这个镇范围内 非宅 非住宅的腾退 历史遗留的违建 新增违建 重点点位 环境整治过程中的建筑物 构筑物 及其他附着物和附属设施的 拆运 清运 拆除清运 搬运 建筑垃圾削纳岛 以及在拆除过程中的 现场安保 即秩序维护工作 和镇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 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投标人必须符合 这个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一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 三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社保的良好记录 四 具有旅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能力 能满足服务规定的要求 五 参加政府采购工作 采购活动前三年内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这个看看啊 这个招标文件的发售时间及地点等 预算金额1890万人民币 就拆 整个拆这个村啊 要1890万人民币 招标文件售价500元 你要买招标文件你要买 招标啊 这个投标截止日期7月2号 这个是6月9号发布的 主办单位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库司 说我以前有一个朋友说啊 他说我以前有自己的公司 他也搞拆迁生意的 只是需要借用别人的资质 北京市没有几家有资质的拆迁公司 然后他懂行 他说你们这个不叫拆迁 就是拆除 拆迁他会给你安置 给你补偿的 或者给你钱 或者给你房 你们这不叫拆迁 就是拆除 然后他说 我有好几个朋友也在那里边住着 都可能要无家可贵了 然后他说如果人活着没有了血性 岂不如狗 就是你得去拼命去 你不拼命你的财产 对吧 这摆明了就是欺负你啊 对吧 说哎 现在反正现在心里有一种感觉 说不上来 什么社会呀 没有人权 然后这个人说啊 我不方便再多说了 那样就是在给你画道了 是吧 我不是教唆你挑唆你是吧 我也不方便说太多 你自己做决定啊 但是有一点应该都明白 流落街头 与死无疑啊 这个拆迁公司啊 这个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像香糖 就说这个是违章啊 违法的拆除 这个是另当别论啊 这跟平常北京市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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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改 这个拆迁啊 有区别啊 在 零九年那会儿啊 在老的时候 就比如说陈东东他们他们在的时候 呃 拆迁 也是根据家里的这个 呃面积 跟户口人数 比如说当时也有规定啊 呃 还得有家里有几个孩子 那就是男孩儿女儿这女孩儿 十四岁以后都要分世啊 都全要分世 都给安排 都 都给安排 呃 那会儿啊 拆 拆先就比如说 北京市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金融总公司 就是后来的天宏了 什么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 或者北京市这个这个这个大街的公司 他都有自行拆拆拆拆拆公司 零几年以后 为了规范 哎 这个各个拆 各个区都有拆拆拆所啊 首先房地产局 呃 呃 自他自己都成立 哎 拆拆公司 或者比如说各个区的拆拆所啊 他们都全有资质 这这这这这资质他也分级别的 有一级二级三级是一样的 他这是 昨天那个上电视那老头不是上电视 我给大家做节目的老头八十多了吗 有点河北口音 说那个那会儿日本人要杀他们家抗日的逃跑 后来他妈六零年就被饿死了吗 想吃碗热汤面都吃不上 现在有人问啊 说昨天视频里的老头呢 怎么不见动静呢 然后有人说啊 就对村里人说 说还没到他们家呢 是从里面往外推平的 然后又有人说了 说现在啊 不是说谁家了 不分谁家了 而你们这些人是一家 就是你们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强拆了别人的 与强拆你们的是一样的 那要是只要是一开始拆 那就都得拆了 是吧 都坐以待毙的最终结果 就是谁也跑不了 他这是比如说一级资质 需要拆选员 多少人 拆迁的面积 或者拆迁的户啊 或者是你像有的是 比如说三级 拆迁一百户以内的 二级可能是三百户以内的 他那个一 他有一级拆迁资质吗 他就可能能拆几百户 这个一千户 他有这级别 后来之后拆迁公司 拆迁项目 他也有规定 他也需要招投标了 他也需要招投标了 拆迁必须有公式 经过北京市 你这个东西 根据多了号码 本性是什么拆迁 怎么规定 从门牌几号 开始至哪点 进行拆除 他这都有法律规定的 拆迁标准 拆迁的补偿标准 是征用土地啊 还是扩建市政工程啊 还是微方改造啊 他都有拆迁的性质 知道吧 他不像这回事的 这回事小产权 马上告违章给拆除 这个咱可能就没有拆迁公司了吧 对对对 我不是 是 这回不叫拆迁 这回叫联合端 叫强制性的拆除 强制性的拆除 不是 我是根据你说的 其实北京市没有几间房屋拆迁公司 拆迁有 现在北京市这几年办的 也有几百间了 这也有几百间了 原来是归防管局 防管局 王文英跟苗子图在的时候 原来北京市拆迁处 那些处长是个黄顺清 零几年啊 后来换成韩秀英了 韩秀英 韩秀英 女的拆迁处的处长 后来在零几年 零几年末呀 一几年末 他又给防管局跟建委 谁又合并了 他又合 防管局跟那个建委又合并了 归助建委了 最起初啊 拆迁了之后啊 老板家他不掏钱 他掏的钱是很少的 他是怎么着啊 他还根据工龄 知道吧 他有工龄的 最起初拆迁 他是他有工龄的 比如说啊 拆迁这个一平米 是800 你们加钱几个人工龄 是比如45年 一年工龄减减减减多少钱 完了啊 可能是一直全完了啊 你要一间平房 住一个八十多米 八九十平米的两居室啊 可能也就交到一两万啊 前几年拆迁啊 还有比如说家里有多少岁数的老人 有残疾人 还有残疾人 还有什么 比如说有工章营业执照的怎么办 还有吃地饱的怎么办 都有规定的 对 全有规定的 有回签的 有外签的 外签的 比如说你在城里要是一套房 一个两居 外签可能就跟你同家面积 可能就跟你两套 他都有规定 他不会强行拆住 那你上哪儿住 你上哪儿住去 而且还有周转资金 比如说他预计 这个未改财监 期间三年 他给你三年的周转钱 然后他给你 他还设立一个提前 提前搬家奖 你别管怎么着 他怎么算你怎么算你 他有提前提前搬家奖 他多少觉得还可以吧 可能最后一个就是 前几年啊 西城区白芷方地区 他那叫澎湖区改造项目 他这个改造项目怎么办呢 也有回签 也有外签 外签是新工跟旧工 还有一个地方是 是凉消 你可以去 而且这回拆签是怎么办呢 他不但一分钱 他不让你交 他还多多少少 他还能落几十万 要说起来 这是比较合理的啊 老百姓就拆签户 被拆签户 他可以接受 但是通常人们说呢 拆签拆签 一步登天 这个是没有了啊 这也不能这个 这个喊够了 就说这回这个碰碰 你改造是一致同仁 比如说啊 你们家有一十几米平房 十几米的平房 你要回签 回签 回签是 回来是六七十米 一个十几米的平房 回签 就是六十多米的房 他那个钱给你算完了 不给你钱 完了他 你还 他给你一个 还能落个三四十万 他把房间一次性给你扣了 这个外签啦 比如说外签 他把钱给你 你家要是十几 有一十几平房米的房 十八九平米的房 他给你 比如说 三百六十万 他让你 完了 等到 你拆掉新工 等新工 建完以后 你得今天买 买房 比如说 吃了一万八 一万八一平米 完了 你拿你这个 三百六十万 去买你那个 两个军事 这你还能付给几十万了 哎 他是这么重 所以说还是可以的 真的不 这个 咱们就说摘堂 是昌平区也好 我 我估计 摘堂 那个三千六百户的 什么人都有 哎 有能人 有高人 有文化人 哎 还有接触上面的人 他可能把这情况 他也反映到市里 反映到国务院 反映到中央去了 哎 房管局啊 或者是各个方面 他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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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须得把这情况 全都反映到了 可这就是实际情况 新农村建设 这不是我们自己来的 是当时的 当时政府的政策 怎么现在就让我们 无缘无故 就能搬走了 分分不改啊 所以说这个事 这都 谁都想不通 我老觉得这里有点 什么 太 太 太 不让人理解 太 这 奇怪的现象 他这个 作为政府来说 他对这方面 他也 他也 应该得承认 得 得考虑 你起码你 你不能买房子 你不给补偿 你没有房屋 来源 让人家钱拿去 人家住哪啊 你给那拆迁住 住到哪里啊 原来拆迁啊 对于抗拒他不走的 对于最后在那 根据拆迁标准给你 你非不走的 经过法院啊 判决必须走的那个 他还得先给你 给你找到房屋 把那东西搬到县上里 到哪里 到哪里 到哪里去住 哎 他不能给 给你把东西全 你全给 你全给扔 扔在大街上嘛 对不对 这一人之常情啊 他真的才是三千八百户 他那一万人哪 他怎么会就会就 就不给考虑 连活这么端走啊 哎 想不通 想不通 应该是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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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把相当这个 这个事儿 给得解决圆满 双方不能说的 没有太 是 是吧 起码 照他们土话来说 起码差不多 让人家基本上可以接受了 是这样我最近在网络上 学会了一套课啊 新词会 什么叫圣母 圣母就说 哎呦这人太可怜了 哎 我要去拯救他 我要救赎他 什么叫圣母表 哎 这些人太可怜了 你们为什么不去救他啊 这是两者的区别 同样这个 什么乡堂 这个 我不太愿意参与啊 也不太愿意讨论的原因就是 这个 第一说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这自然也没什么关系 其实 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啊 再一个就是讨论了 研究了也没什么用 哎 因为他们自己都 是吧 像大哥说的不像杨家一样 怎么怎么着 这是成本决定的 嗯 杨家可能认为我的尊严 或者我的生殖之器最重要 嗯 这个成本太大了 那我这个 哎 囊子俩我就赚了 但是这些人呢 他不一定都插着一套房子 或者是怎么着的 同样根据这个民族的特征特性啊 就是 比如说 头天说好了第二天咱们一块儿去闹 好好好说好了一块儿闹 哎 哎 但你放心吧 头天说到二百人里第二天能到十个就不错 这个咱们群主陈建大阁应该也是深有体会啊 这个民族的 就是这个德行 另外就是张老师昨天晚上说私产私权的问题 太对了 不论你是买房子 或者你是搞了一个第二个 多一个车牌 或者你把公司注册在什么杭州啊 扩号啊阿里巴巴啊 你都要小心 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公 公产私产的概念 一切都是共产 别人的东西是我的 我的东西还是我的 别看你将来闹得欢 将来拉清单 这个我们这民族习惯以这个 起点论英雄 或者说中点 中间那个中啊 而不是以终极的中 那个终点论英雄 别着急看吧 现在是上风云的人物 是什么啊 杨家 杨家 这杨家的人 太强势了 佩服 别看身材不魁梧 反正我的心里是佩服的 就不提他了 关键摘堂这个 咱们都没用 因为他做了这个 社会就是这个体制 他就是这个 咱们这个民族怎么的 现在都成了这个 刚才他说那个一点 其 其心协议没有 再有了 你想3800户 他们还是小产权 手里都都赚着 正式的协议发票 容易证明 3800户 一万年他们都 哎呀 最后都没办法 咱们怎么着 对吧 是啊 是啊 王总哥 这就是1937年 南京城破以后 几个人民就能押着数百 中国战俘去执行枪决 就是这道理 怎么说呢 这个 这个 拥护政府 我拥护政府 因为这个政府 绝对是民意选不来的 对 平时都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一有事儿了就是 嗷嗷叫 希望别人能帮助他 这时候已经没人能帮助你们了 看那个 原来啊 有一本书 那个是谁写的呢 叫和尚 什么小婆呀 哎 共和国的主主主主席 刘少奇 他还主行主持建法的 一夜之间被打倒 成为叛徒 内奸 公贼 怎么办 啊 一个主席的生命得不到保障 老百姓的生命得得到保障 恰来相反 一个公民的生命得不到保障 他也同样得得不到保障 别人法 别人 他有制度 对吧 那叫做小康嘛 反正这个统治阶级手段也很高明 拉一帮打一帮 然后他们也充分了解这个民族的心理了 都是平时没事儿 跟我没关系 什么都跟我没关系 拉一帮打一帮 然后各个击破 说实话这些人又不是在 中国刚生活三年五年 对不对 都一百年纪了 还不了解这个国家本质呢 有的钱 你国外买好不好 我是没钱买 我有钱也不会跟这买 尤其最近这好多看不懂的地方 我是 呃 我们这种中小企业的社保 居然归了税务局管 是吧 那我就要请问 我不太明白 这个社保嘛 保 社会保障是吧 保障机构怎么能跟税务 挂在一起呢 那这个是税吗 那还是什么 你去交啊 你啊 最后这个中标的啊 中标这个拆除的 拆除崔村的这个 这个活吧 叫北京昌明 昌平的昌明亮的明 昌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了 他的地址在昌平区 城南街道南关路一号楼 四层 二五零六 执行 中标成交金额 叫执行趋级拆除 消纳等相关取费标准 上下浮动比例 为百分之零 评室 评审专家 括弧单一来源采购人员 专家有王延 王文焕 王国刚 郭月 李淑娟 然后有人问了啊 有人问了 有人说啊 有人说上届领导这方面还稍好一点 说现在又他妈都回过去了 就是越来越差了走回头路了啊 说这话的人现在人在美国 原来也是北京人 说现在都基本都各自为政了 哎呀个人自扫门前选吧 然后有的朋友问这位在乡堂住的人 说你怎么打算 然后他说我好好活着 不拿命开玩笑 房子没了可以再挣 命没了那是真没了 然后有人说那我就无语了 你自认倒霉吧 别人解救不了你们 然后他说 然后这个住村里人说 说正当手段继续 不会放弃也不会认命 然后有人评论说你已经认命了 然后这个住村里人说 说我的拳头收回来 是为了更有力的出击 不是拆房子那么简单 是与邪恶的搏斗 然后有人说政府都承认你们的产权是合法的了 武政齐全呀 昌平区的副区长都说了 那为什么连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勇气都没有 然后也有别人劝说你不要要求别人做什么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是吧 自认倒霉吧 说为这些人发声都是多余的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杨家的血性 各位朋友中午好啊 每当我这个情绪低沉的时候 这个消沉的时候 彷徨的时候 总能听到像忠臣他们年轻人 给我思想的一个激活 让我有一些想法呢 由内而外啊 鼓鼓而来 年轻人真是了不起 是这样的 现在祖国非常好 这个你看这个内无外患 外无强敌 一片祥和都是伟大的 这个都是铁板钉钉的事啊 这个祖国万岁吧 前多少年以前呢 也是一个年轻人教育过我 就像忠臣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啊 我十分感激他 因为这不是我这个年龄所能领悟到的事情 我说一下 他对我说 他说张叔啊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 什么老百姓 我们搞洞签 他叫洞元才签 他是一个队伍啊 武装力量 我们搞洞签的人啊 这个感触很深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 老百姓会怎么着跟我们对抗 老百姓会跟我们有这个不祥的举动 您往下屁吧 这是我们的感触啊 您也是认识字 这个经常这个看书的人 你在历史上你找出一件来啊 是因为集体维护自己权益 而跟人发生对抗的事情来让我看一看 他的眼神对我产生了藐视啊 第二呢 他说我们的工作经验是这样的 就是老百姓呢 第一怕恨的啊 一恨都碎了啊 第二呢 哎 你得抓住重点解决一片 啊 因为利益 他们会出卖自己的被拆迁 被动迁的其他的伙伴 这个我们都是工作流程 也是工作守则 所以我们做这个动迁工作呀 这个不费劲啊 我们心里头非常充满了信心 按照这个我们领导的指示啊 什么领导啊 就是文身那些人啊 我看了以后就觉得 哎 所以年轻人 那个那个时代是他们教育了我 哎 无论是拆迁还是动迁吧 对 因为我听 北京这边基本都叫拆迁啊 好像出了北京都叫动迁 咱姑且不论吧 哎 这个事儿其实几千年来 一直在中国上演啊 特别是最近 因为房地产是一种经济吧 是吧 最近几十年搞得叫愈演愈烈 哎 确实真金半银他能见着 所以呢 现在这个媒体要这么发达 把这些事儿都无限放大了 哎 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所以说出现这种事儿呢 哎 很正常 这这话有点矛盾 其实不矛盾 谁也别喊冤枉 谁也别叫虚啊 这都是你们的选择 是你们父辈祖辈的选择 对吧 当年是他们靠着小本家步枪 是什么淮海战役的百万毒毒车 啊 是整个集团军整个师的国军部在投降 换来的这个政权 嗯 所以说 哎 得民心就得天下了 是吧 这非常得民心的 这是你们选择的 哎 你觉得不好不好 那是吧 那 那当初 对吧 别的我不敢说啊 就这些什么所谓三千八百户摘堂啊 我敢肯定的是 虽然我不认识其中任何一户啊 我也没看过什么 相关的什么民意领袖 吃瓜群众立即采取了观望态度 哎 进行观望啊 看着那不些事儿大 起风假样子 好好好 在那个太原郊区吧 城乡结合部 呃 好像多少年以前我也遇见过一个现场 呃 他们叫洞签啊 拆签啊 就是搞这个 那什么 我就突然看见这么多这个小伙子嘛 啊 就是 赤博上阵啊 呃 后来我问他们那个工头 我说这这这这什么路子这是啊 呃 他说这都不是我们的人 我们为了照生事 啊 老百姓就吃着一套 一看人多 一看这就就直接就签字画样啊 我说这些人都是怎么召进来的呀 他说 占一个小时一百块钱 啊 啊 就就就 就随便一吆喝 这个都排着队 都过来 我说都是哪儿的人呀 他说也有这个被拆签的这个 这个户里头的子弟啊 啊 他们都也 踊跃报名啊 也 也跟我们一起干 哈哈 这就 你看 当然这是 呃 外地的事情 我就一说 这是我 因为我 我现场偶遇啊 我问 这这这 谁说大的 他不是就嘴碎嘛 他喜欢问个事儿 打听个 啊 是啊 啊 你怎么那么乱啊 就拿我这个年龄的人吧 啊 这个特别消沉 呃 也特别的堕落 你看 忠诚他们年轻人 还能说两句 唉 啊 啊 说两句话 对吧 我 你看 我们说 呃 法律 我们说这个社会学理论 现在都懒得看了 都麻木了 这个突然有一个想法 多会儿跟老虎兄弟啊 到他们那个宋庄啊 这个 唉 还不如搞点艺术 看能不能来得及 我觉得我的一辈子是白活了 啊 这个既没有刚刚铁铁的个性 也没有什么 反正我的缩影就是这个民族的缩影 我的性格就是 人的胆小怕事 这个 唉 就是自私偏激 唉 我是白活了 我就是这个民族的特质的缩影 其实一种金鸽啊 就完全可以产生这个人类 生命的终极啊 或者人生存意义的终极 就是你是谁为了谁 对吧 唉 当然他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没必要为了他 但是 你是不是为了自己呢 就有好多家政群啊 你这是趁什么茬啊 当什么猪头鸟啊 我说他们说我是为了我孩子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个支大民族都不懂这一点 都用不着什么的 别人帮着维稳 就是自己人就先把你给维稳了 哈哈 所以说都是活该 唉 拿那个年轻的有一句文言文 年轻发言叫 鸡不愣 唉 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形象能形容 他们这个大脑发育的状态 就是鸡不愣 唉 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形象能形容 唉 再说说我夫人他们的事啊 年纪轻轻的就这种胆识 唉 真的唉 然后作为一个雄性动物 还是无比惭愧 还比人大那么多岁 你说他们是谁啊 他们又为了谁 唉 他们上街了 当然也得到了回应了 是吧 多少万士兵跟着上街搞了多少多少天 他们的房子还没被强拆呢 是吧 按照咱们的事 你是不是吃饱了充呢 在 因为大陆人民看来 吃饱了就行啊 但他们的生活 肯定比大陆人民好点 是吧 吃饱了我还要折腾折腾 咱们这是唉 房子都被拆了 也不知道折腾折腾 按照基督教的讲法 你都不自救 上帝就没 没法救你 我就不现在三千八百户手 拉着手 我用一圈 你退肚肌你拧过来 他敢吗 套用那句话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已经活着 就是那些麻木的人 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有点像冬冬夏草的那种概念 你看这是个虫子 以为是生物 其实它是一种植物的一些 好多人这个内心 已经长满了草和蛆 你看人还能动 还能说话 今儿他已经死了 湘唐的事啊 真的 一言难尽啊 都没法说了 可悲啊 说不说话呢 说不说话呢 不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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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自动